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鸭的这个活动也势必会吸引非常多的人潮 那我们也希望说持续的来打造高雄成为一个魅力的城市 小鸭魅力无法党高市府也加码好消息 魁为六年高雄市轮船公司再度迎来最新绿能渡轮雄战一号 上头还有可爱的小鸭彩绘 后续将加入迄今到古山的航线赞誉服务 不只提高服务品质也能给更多外地游客不一样的渡轮体验 那我想节能减碳是一个趋势啦 那也希望说未来新造的渡轮都能够以这个电力为主 让这个节能减碳也能够顺利的达到2050净零排放的一个目标 也因应这种包括我们的演唱会经济还有大量的这个旅游的人潮 其实这里也兼具观光的一个服务 而为黄色小鸭打造的冬日游乐园将在27号正式开张 这回黄色小鸭将一次展出两只要给大家双倍惊喜 市府还加码推出黄色小鸭轻轨列车跟周边设施 借着小鸭回归连结高雄港区跟爱河湾的观光景点 再现一波黄色小鸭风潮 明璇邓山田陈沛欣高雄报导 谢谢大家